炖排骨千万不要直接焯水 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吃的做法 炖出来的排骨鲜嫩多汁 不腥也不柴 非常的好吃下饭 炖好的排骨放在盆中 加一勺食盐 少许料酒 用左手抓拌均匀 加入适量清水 浸泡10分钟 这样排骨的肉会变得很软 也更容易熟 还能泡出很多的血水和脏东西 排骨一定要冷水下锅 加料酒去腥 煮出血沫 切记 排骨一定要用温水清洗 千万不要用冷水 这样炖出来的排骨 才不老不柴不塞牙 然后直接下锅煸炒 炒到表面微焦 这样排骨吃起来会更香 然后加点莲藕和鹌鹑蛋 葱姜 干辣椒 好吃的关键就是加一包这个红烧料 它既能上色又能调味 做红烧肉 红烧猪蹄都非常好吃 炒出酱料的香味后 有条件的加入适量热水 小火慢炖一个小时 最后加点蒜苗 大火收汁 就可以出锅啦 这样做的红烧排骨 软烂入味 特别下饭 然后再加点蒜苗 再加点蒜苗